我笑了五分钟 就因为那新闻标题 二十人的中国旅游团 佛达利亚全部脱团 只剩导游一人在风中凌论 笑死我了 这都笑了五分钟 这个写标题的人很幽默 中国不是最好吗 你别跑啊 你回你伟大的祖国去啊 可能这些喷我的这些粉红 连捋个油都捋不起 要不然你早跑了 你别虚伪了 今天想说什么呢 我看有个评论跟我回复说 中国也没有什么洗脑教育 就是有一些抗日神剧 我心想 你的书上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还不叫洗脑吗 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是国家 只有你中国人不知道 最近那个喊的不要台独 那个女的喊的跟什么吐蕃鼠似的 哎呀真是国际玩笑 笑死我了一言难尽真是 主要是抗日哈 首先日本侵华我不否认 因为日本立场确实侵略了非常多国家 不止中国 但是 你为什么不找俄罗斯呢 因为俄罗斯拿走你土地非常多 他侵略你也最多 你跟俄罗斯是朋友 你却对日本现在还在仇日 但是又一堆的中国人往日本跑 所以说我觉得你非常的虚伪 非常精神分裂 非常的让人不可理解 你到什么重要的日子朋友就炸了 全是什么屠杀就是屠杀 我往国吃什么的 那你把俄罗斯呢 你的土地先拿回来 你有点勇气啊 加上你说要打台湾 说了七十年还没打过去 你就是一张嘴巴了 还有人说我更年期的 我不会送我的孩子去中国 这样的环境上学的 那些所谓的博主哈 对比中美教育什么的 你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呢 你就没有说服力了 你说美国再不好 快乐教育再有缺陷 你送你孩子回去高考啊 一篇也不是免费的 你别续费了 给自己买几杯奶茶吧 买点好吃的 你看你日子过得这么的惨 是这样哈 粉红你知不知道 你评论是在给我刷流量呢 因为我不需要很多粉丝 YouTube是 我观看量时间到了 我就可以申请 像平台申请了 你是真想让我赚钱哈 一吵架吵个几百楼的 你开心就好哈 我还是那句话 你想写 你在这里写一天 你觉得你那张嘴 能管住全世界的人哈 你是不是觉得你 中国的法律 你能管到国外去哈 你觉得你那张嘴 你能管到这儿 那你就接着写 你看你能不能管得住我 你能管到我 你平台申请了 我平台申请了 谢谢观看